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什么人 然后这个商店呢也都暂停营业 都没有营业了 街道上的服饰以及保养品店家 统统暂停营业 甚至还有商店拉下铁门 真的可难想象 这原本是市区最热闹的街道 从事旅游业16年的Roomate 是长城县领队 专门带欧洲纽西兰等团客 但受到疫情影响 无团可出 只好想办法赚点零用钱 没有团啊 所以只好来到意大利 在这段期间除了学学营业之外 那看有机会的话 可以帮朋友做一些代购 还可以赚一点机票钱之类的 可是看来呢 现在所有商店都关了 而且如果真的要购物的话 还是要去米兰 米兰下令封城后 原本的代购计划通通被打乱 陆美所待的瓦雷泽就在米兰隔壁 但当地没有确诊患者 因此感觉不到对疫情的恐慌 街上零星路人甚至没戴口罩 2月底时抵达意大利 原本规划要待上一个半月 但随着意大利疫情逐渐扩大 就连能不能顺利回台湾 也充满变数 抵达意大利后 当地才被机关署列为旅游三级警购 除了代购计划泡汤 还得起求回台航班 能如期出发 这是陈芬香伟 台北报道 刚才会有没有按下一个